大家好,乌克兰马里沃尔的亚述钢铁长的战斗有了最新的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在20号的凌晨发布了一份声明 再次向乌军提供人道主义走廊 即方便乌克兰军人和民族主义武装分子撤离 自愿放下武器并离开 时间是从20号的下午2点开始 莫斯科时间20号下午2点 19号俄军曾经开辟过人道主义走廊 但是没有人回应 乌军以及工军没有任何人投降 没有人使用该走廊 俄军之所以再次开辟人道主义走廊 是因为亚素营的指挥官普罗克·彭克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向外国寻求援助 他表示被困人员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人 有妇女、儿童 他表示还有马里布尔的捍卫者的家人 呼吁西方想办法建立人道走廊 帮他们撤离 从这个视频内容可以看 在亚素钢铁厂这个地下公室内 第一他有电 而且还可以使用社交媒体 实际上和美国的星链 星链卫星技术有关 也就是马斯克他的星链卫星 一直给亚素钢铁厂地下这些亚素营的士兵 使用这种卫星通讯的互联网服务 所以可以看有电有网 食物也充足 还有妇女、儿童 亚素营也公布了最新的视频 有妇女、儿童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下面 你点开标题 下面就有链接 你点开链接 你就能看到视频 那可以说 第一点是反映亚素营 他在整个的亚素钢铁厂地下室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我一会儿再讲 整个亚素营厂区非常大 昨天俄军的进攻取得了成果 但是这个核心区 也就亚素营所在地下宫市的核心区 俄军没有动 主要是在其他的厂区内进行清剿 我一会儿再讲 那可以看 第一点 向俄军表达了 我这个地下宫市很坚固 我们这些人虽然昨天对吧 俄军使用了大规模的轰炸 将这整个地上建筑铲平了 地下还是生存的 所以发了视频证明自己还活着 告诉基辅 这是第一点 我们还活着 而且呢 有电 除了有电以外呢 还有互联网 所以呢 他对外通讯是正常的 第二点呢 我觉得 普罗克彭格他这个视频呢 还是向自己的基辅的司令官求救 希望能够交换自己 这是两个意图 那昨天呢 俄军开辟了人道主义走廊以后呢 没有任何一个乌军走出亚素钢铁场 为什么呢 现在俄军呢 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消息啊 我从顿尼斯克方向了解到呢 并不是没有人投降啊 只是投降的这些人呢 被乌军击毙了 昨天呢 我说过 俄军对厂区进行了轰炸 轰炸结束以后呢 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的 索马里营以及卡德罗夫的车臣部队呢 进入了厂区 因为厂区上 地面基本上已经没有狙击手了 没有乌军亚素营相关的人员进行抵抗了 所以呢 地上厂区已经占领了 通过占领的厂区发现呢 有大量的乌军海军陆战队的尸体 我后面也把这个现场发现的尸体的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大家呢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 你点开标题 下面有链接 这个尸体呢 发现啊 是海军陆战队 士官叫伊万阿纳托利耶维奇 他的士官证发现了 从他身上搜到了 那么他的死因很蹊跷 根据俄军现场拍摄的一个视频可以看 他是后脑中担 实际大家知道啊 如果你是正常的和俄军交火的话 应该是正面啊 正面中担 是正面中担 为什么是后脑中担呢 因为有人从后面开枪 他要离开 从这个人道主义走廊 想跟俄军来投降 结果被乌军从后面射杀了 而且是爆头 就是由狙击手啊 射杀这些西 希望离开马里边 离开亚苏钢铁厂的一些投降的士兵 其中也包括老百姓 那安纳托维奇呢 他的这个尸体呢 后脑勺重担 而且呢 身上还揣着一个传单 这个传单呢 实际就是通知亚苏钢铁厂内的乌军 可以无条件投降 安全送你回家 那可以看啊 实际上大量的乌军呢 是被自引 在亚苏钢铁厂 静默期内枪杀了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 亚苏钢铁厂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亚苏营的这些人啊 意识形态 他的意识形态 绑架了整个的乌克兰民族 我们是吧 我们为了新纳粹思想 我们不想活了 我们要为这个思想啊 献身 那么希望投降的人 希望活命的 你想走 我击毙你 这就是现在发生在马里边的一切啊 那你连士兵都是这样 更别说那些老百姓了 被裹挟那些老百姓啊 根本不可能离开 那么现在我了解最新情况的 俄军第二次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以后呢 因为地上建筑已经被炸平了 大量在地下室躲藏的老百姓 可以安全的从地下室出来 没有狙击手了 这就是昨天俄军使用这个大型的炸弹支付 轰炸整个厂区的一个结果 地上的狙击手被肃清了 大量的建筑里面没有活的生命了 没有乌军了 他都躲到地下了 所以呢 狙击手不存在了 这些老百姓从地下室出来 现在我了解 有100多人124到150人吧 从地下室出来以后得到了救助 老百姓可以安全撤离了 另外呢 有35人乌军也活着从那里面出来了 投降了俄军 现在是一个最新的情况 所以可以看啊 实际上真正不希望投降呢 就是那一小撮 在亚素钢铁厂用意识形态绑架了自己的 那些新纳粹分子亚素营的这些 我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亚素营啊 亚素营呢 大家很关心啊 这一支部队呢 实际上并不属于乌克兰的国防军 它属于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 它在乌军的代号是3057部队啊 那驻扎在亚素海的沿岸的马里波尔 它最初呢 是由安德烈比列茨基领导的一个民间组织发起的 14年5月呢 乌克兰东部战争发生以后呢 在14年的6月 乌克兰政府夺回马里波尔战役中的首次参战 14年的11月12号 正是由独立民兵啊 独立民兵组织和合并到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那正是由民间组织变成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部分 全部官兵呢 均为国民警卫队的合同兵啊 实际就是志愿兵 自成立以来呢 也就是14年到现在呢 在顿巴斯战争中啊 亚素营呢 共损失士兵43人 那参与的战役呢 包括顿巴斯马里波尔战役 伊罗瓦伊斯克战役 新亚素斯克战役 马里波尔反击战 第二次顿捷斯克机场战役 15年呢 还有西罗金对峙 马林卡战役 以及呢 前往基辅啊 参与到抵抗俄罗斯的一些战斗 实际上亚素营呢 他在基辅也进行过战斗啊 他呢著名的指挥官包括呢 比列斯基 瓦基姆 特罗扬 他现任指挥官就是普洛克彭克 那亚素营呢 自成立以来呢 受外界指控呢 他是极右翼 新纳粹 法西斯主义 使用酷刑 包括使用一些战争 罪行 他的创始人呢 也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啊 曾领导乌克兰国内的 新纳粹组织 社会民族大会 以及乌克兰爱国者 他的标志呢 大家知道是一个狼钩 这个狼钩呢 曾被使用啊 是党卫军 德军党卫军第二师 使用的纳粹标志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封面上 他这个亚素营的标志 和德军党卫军第二师 那个标志很像 不过该啊 该营的指挥官否认 与纳粹有关系啊 这个营呢 很奇特啊 甚至还有一些 以色列的犹太人加入 你可能还不 不太了解 甚至犹太人 也要加入这个 乌克兰有很多这个 犹太族的人 包括这个 泽连斯基是犹太人 这些人呢 实际上 他用以色列护照 那么以色列大家知道啊 他是反纳粹主义的 他信大量这个乌克兰国内 这些犹太人啊 他也来加入 为什么 为捍卫乌克兰 对吧 我捍卫乌克兰 虽然我的意识形态 是新纳粹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 捍卫乌克兰和俄军作战 所以有很多 在乌克兰的这个犹太人 他也加入到 这个新纳粹组织 亚素营 所以这个是很奇特的 那实际上呢 该营的指挥官呢 曾经接受媒体采访啊 他呢 跟媒体讲呢 实际上这个营的 主要的意识形态 还是新纳粹主义啊 新纳粹主义呢 和这个共产党 和当年这个二战时候 和共产党 在欧洲啊 是两股势力 当时欧洲呢 一股是 社会主义思潮 也就是共产党 另一股呢 就是这个新纳粹 是两股思潮 现在来看呢 他也用自己的 这个意识形态武装 整个乌克兰 来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呢 他也有这个右翼组织 就是俄共这些人 所以你看 现在在顿巴斯 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两种意识形态在对抗 而且两种意识形态呢 谁都不投降 谁都把对方消灭 你不跟着我干 我把你枪毙了 你看刚才讲的 在这个亚素冈那场大门外 不跟我一起死的 我当时就枪毙你 现在还在玩意识形态 二十一世纪了 还在玩这一套啊 真的很可悲啊 我说人类真的很可悲啊 死的那些人被意识形态洗脑 死的那些人真的很可悲啊 哎呀 我觉得就是等于为了宗教而现身啊 宗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啊 不想多讲啊 因为这边很复杂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普洛科彭科啊 那普洛科彭科呢 1991年6月20号出生 年龄很小啊 他是现任亚素营的指挥官 17年9月出任亚素营指挥官 国籍呢是乌克兰啊 母校是基辅国立语言大学 那么他呢 军衔呢是少校啊 他参与过乌克兰顿巴斯战争 2022年的这个乌克兰防御战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马里布尔战役啊 保卫马里布尔战役 那么他呢 授予在20年曾经被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 这个我之前也介绍过 这个普洛科彭科呢 他是卡雷利亚血统啊 实际不是乌克兰族啊 他祖父是芬兰国防军的军人 这回你也知道为什么 他有纳粹思想了 大家知道芬兰和德军的关系啊 在芬兰我去管 芬兰到现在那个 还有卖德军那些装备的啊 你可以看很多军迷是吧 到芬兰到瑞典都可以看到 德国那些党卫军那些东西 他祖父就是党卫军 在芬兰的德军 你可以想象 所以他的血统里 他意识形态里面有 纳粹的思想 有那个党卫军那套啊 而且他祖父在当时的苏芬战争中啊 曾经在冬季 冬季呢抗争过苏军的入侵 所以呢 他的祖父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 也就是反布尔什贝克主义者 实际他呢 从意识形态上 这个普洛克彭哥 他的祖父那一代人就开始反共了 你要记住啊 他对共产党也就是苏维埃人 有怀着刻骨的仇恨 所以普洛克彭哥认为自己呢 有意义帮助 抵抗来自俄罗斯的侵略 这些都是用意义形态武装起来的人啊 他在基辅国立大语言大学毕业 学的是日耳曼语系 获得英语语言专业的学位 学英语的啊 那他还是基辅迪纳摩俱乐部的球迷啊 14年战争期间呢 他参与了乌冬的反恐行动 先后在亚素营担任过排长连长 17年的9月担任亚素营指挥官 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亚素营呢 已经被困在整个的地下城啊 大家知道亚素钢地场面积很大 它像一座城市一样啊 像地下部分像一座城市一样 所以呢 他现在已经被困在地下了 地上部分呢 没有了狙击点啊 没有了任何的地上建筑物 给他进行隐蔽 所以呢 我觉得后续俄军主要是围困整个亚素营的啊 那现在俄军呢 第二次开辟人道主义走了啊 我觉得呢 是为更多的愿意投降的乌军提供了一个通道啊 也愿意为更多的啊 被裹挟在马里本亚素钢铁厂这些老百姓啊 提供撤离的一个渠道 有大量老百姓现在在亚素钢铁厂这个地下室啊 被乌军啊 封锁着啊 所以之前的有狙击手啊 很多老百姓无法撤离 人只要出来就被啊就被击毙 所以很多人是无法逃离的 那么现在呢 地上部分已经被摧毁了 没有狙击手了 这些人就可以安全的撤离出来啊 那么这个人道主义通道关闭以后呢 我觉得俄军要对地下部分 最后的地下部分 亚素钢铁厂最重要的核心区地下部分啊 进行最后的清剿啊 那么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会及时给大家汇报